中華民國立法院驚報共結案 三名曾擔任過立法委員助理的男子 涉嫌利用職務之變 搜集臺灣重要部會的資料情報 三位助理分別服務於張麗善、陳淑慧 陳慶丁立法委員辦公室 他們穿梭於臺灣各媒體的黨政記者及公部門間 利用請客邀約、吃飯等方式 取得外交部、陸委會等公部門的機密公文檔案 以及人事資料交給中共 根據臺灣媒體爆料 三名主嫌中 李嫌曾與臺灣多家媒體工作 甚至擔任過香港東網主管 在時任立委張麗善辦公室擔任主任及助理期間 因長期與不少媒體記者相熟 組織常要求他出面約人找下手 事成後可獲高額仲介獎金 不僅如此 檢調還查出三名涉嫌人 被中共情治單位吸收 自2014年開始至2018年間 在立法院外交部、黨政媒體記者間 吸收成員發展組織 立法委員王定宇表示 曾任藍營立委的三位國會助理涉入共諜案 他們除了利用國會助理或媒體身份 搜集資料、會議記錄、機密文件外 更嚴重的是協助發展共諜組織 那如果它的犯行是一直延續到我們修法之後 我們希望依照我們新修訂 在上一屆修訂的國安法案予以延程 這個最終都可以到死刑 臺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李友坦表示 不僅是立法委員助理 還有其他行政人員、學生都有可能成為共諜 還常跑中國大陸或港澳的話 那更容易透過這些管道被吸收安排交易 旅美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中共利用臺灣社會的這種開放和自由 大幅度加快了滲透的步伐 據報導 中共對臺統治單位 是設置於中共政治局轄下的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 相關涉臺部門各自收集情報 所得資訊一併彙整給中共國家安全部、國臺辦等情報單位 我所知道中共連臺灣民主基金會的人事跟運作都要干預 當時中國大陸還有很多人來臺灣註點 從去年開始這個現象應該慢慢改善 因為國安法修法要制定反滲透法以後 這個現象比較有所改善 臺北地檢署約談三名共諜嫌犯道案 《檢方依違反國家安全法治發展組織罪》 將二人申請積壓禁件 另一名則獲獲十萬元交保 能夠接觸到國家機密的人員 包括官員、助理 更應該要小心處理這些國家機密的文件 我們尊重司法 所以我想在中國對臺灣無所不用其極的滲透 以及想辦法對臺灣來進行各式各樣的攻擊 跟控制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確是要對這些可能的 非常應該說非常關鍵的人員 必須要更嚴謹的來罷關 歷史證明替中共做間諜的人下場都很慘 根據維基百科資料 中華民國第一位共諜劉仲華 1937年任國軍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議 後曾任中共北京市員林局局長 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歷史證明替中共做間諜的人沒有善終